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三项做完之后要做一个智慧默认 智慧默认的魔抗还是不错的 血手啊 然后再往什么永生花去转 效果会好一点 这局龙王也很凶 带了一个先攻 先攻龙王 前面确实面对杰斯的时候压力也会比较大 利用自己的刷野效率 但是红色方向路敢这么压吗 知道对面要来的 躺下塔 佛爷哥不如过来了 要先打核线 看一下佛爷哥到五级 佛爷哥五级的闪现逼出来 有虚弱的通关停灵下来 被太太定在了原地 如果伤害不够 伤害不够 可能会出问题 坏了 坏了 莉莉亚到五级 叶莱瑶云两个 有机会 有机会 也被套了一个虚弱 隔墙的断育卡莎 但自己卡莎得无聊了 完了呀 这波微波有点太炸了 爆炸了 是的 就佛爷哥那个大招上去的时候 那个虚弱套得太及时了 三层路腾吃完 你拿下先锋其实也只能撞个三到四层 盖伦来的是稍微有点晚了 不过从小园图上我们能看到 想去干扰 以及中路都来了 铁斯远距离的一个过门胖 我怕水晶界 命中了 想要挂来先找中后 德马西亚这一直接斩掉 但是这个龙应该是要放了 呃 这波其实 微波挺赚的 对吧 把这个龙拿下来 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情况了 能够换到资源还不错 不过中塔这个可能要失手了 中塔直接被撞掉 没啥办法 因为刚才这一波 哎 再来看一下 羊差一点点就被找到了 好在有这一段大招 通关天灵之 对吧 这个能管完的大招 给到艾西这种控制 远程控制实在太致命了 下路 哎 直接咬 不冷过不裂 找到这边力量 通关天灵下来 被动的平A是带走了莉莉亚 捡起幽魂之后 这波还不怕有一个大招 而且盖伦来了 瞄准了伯夜哥 德马西亚正义直接将他留在原地 没办法 这个莉莉亚的魂还没变仿呢 反正这波也要先把虎牙自己 把三枪掏出来 被动慢慢回血 这波 魔法小银来了 上路直指鹅鱼 背影子鹤 能不能意识到 没有意识到 开始的大招能秒掉吗 德马西亚正义下来配合平A 最后又给盖伦拿下这个人头 没有任何的操作机会 因为这是从下路上来的一剑 但是下路同样也开火了 吵炸回了Max Max有闪现 勾强在跑路 非常的灵活 羊虽然说开了茫茫羊土 但是距离不够啊 这下塔RV可以选择放 可以选择放 太坦给一个大招 想要阻挡一下对面拆塔 但是没啥机会 其实可以放的 莉莉亚之风过来 真的会有危险 看一下 要走了 莉莉亚过来了 虎月哥来了 先看他找到莉莉亚了 闪现过来 通关天灵 再次相同的画面上演了 会不会有魔法水星剑呢 有队友的龙王 给了一个天固砸下来之后 盖伦没有斩交 被水下鬼骗了 白手闪现上去 卉哥这波 偷了莉莉亚的进队 打算的爆炸了 又一伤害 队友也来了 龙王打下双杀 微博太聪明了 他们需要靠这种方式去找机会 这波带现会有点危险 就是在靠 射箭了 射箭了 这波 有一箭隐星砸下来之后 没问题 都有卫移 潮他是戳了水银细带的 能够再描写 这波下路要强行跃他 要迎来 迎来要给上了 杀还是很够的 大招往后面拉着 哥马西亚正义 不给你任何讲道理的机会 太不讲道理了 那这个莫班王能走吗 也走不了 龙王在旁边默默处处 但是面对四个人 已经不敢再上了 那这样子20秒的大龙刷新 横冲直撞下去之后 迎来就是一个泰坦 再来一段卫移 龙王想救一下 就被勾到了 不是 打龙了 哎 我感觉被你刺客 这就过分了吧 你同样的位置对方 红buff野区 你蹲两次好了呀 你还要打 要开大龙了 要逼你没有视野的 现在反而是 微博没有视野的那一方 而且打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大龙应该是要被抓掉了 要来了 伏育哥行第一天 没有办法赶过来 前面泰坦套了一个大招 龙已经打掉了 大龙先倒了 龙王的输出位置还可以 要开团吧 我这边一来要可以去三位 有水银解掉了两个 但是九层没有办法走了 继续往后追 德马西亚正义斩掉鳄鱼 有一个天不过来 给一个减速 帮助队友撤退 龙王还能走 杨闪现过墙 这波队友都能撤退 倒了一个鳄鱼 还可以接 还想去抢吗 但是没闪现 没大招 伏育哥怎么进场呢 找到了太太 没事 太太可以卖 龙王可以收割 要看小龙 这下个龙和龙 鳄鱼下来了 被德马西亚正义一肩带走 没有办法抢到 确实还是太勉强了 很可惜 那这样子 RV把自己对这个复活奖 如果被在那位置打架 很危险的 没错 现在上路兵线 红色方式优势 要再拖一会儿 朝下要往前顶 要开门了 但是要被斩了 天步砸下来了 这个效果还可以 效果是还不错 但是率先减员怎么办 后续 太太大招起手 大招过来找到了鳄鱼 鳄鱼的位置很尴尬 你俩被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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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耶哥要收割了 龙王配合威博所有人 打了一波零换 打了一波二换五 我的天 复活时间是30秒 这一波威博打得太好了 一个是龙王的大招 效果范围很广 极大的影响了莉莉亚的进场 那第二个是在侧以 佛耶哥的伤害很高 配合着卡莎的正面切入 他把莉莉亚切完之后 抽到技能在人群中 直接一个爆炸伤害 主要莉莉亚她的装备也好 要一波了吗 占据莉莉亚的身体 打了一个很夸张的AOE 那要一波了 微博 这一场都能翻 这都给你翻了 那也是让我们恭喜微博 这RV还是差在这灵门一脚上吗 难道说 难道说北伐之路要 就是我说实话 在最后一波团战 把九通秒掉到那一步为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甚至我觉得最后一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主要是羊那个角度 切入的实在是太完美了 他找到了最关键的莉莉亚 然后再偷完莉莉亚 这个打野 出来了 努努 我这么说 以前羊还真玩过努努 是的 他真玩过努努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 在这一手会补出一个努努 因为打野英雄上面 你真的要说 我感觉努努 打伊芙琳有说法吗 这把羊选完之后 也看到我们的导宝老师把镜头给到了他 他也是微微的笑了笑 没错 这是我们这一次英雄那边的时候 超级联赛当中 第一次登场的努努 也是第一次登场的希薇尔 是 血缘双子 看能不能为我们带来一些亮眼的表现 其实我们作为解说 也更喜欢看到 选手们在舞台上面 能够有一些放心 对 是的 这一局比赛让我们期待一下 RV1的希薇尔对着努努 这首希薇尔我觉得 也代表RV1现在的一个状态了 就是我不跟你讲别的东西了 我就要跟你反打到底 我就要跟你冲起来 他有一个好处 对线的时候是推线比较快 是的 但是很难像霞和EZ这样的英雄 打成线杀 这个会比较难 而他下路真的对拼起来 效果其实一般 你要说推线的话 那肯定是快的很 来了 这一场 目前压力给到了RV 现在0比1的一个小比分落后 是的 过来之后看到了飞白的开野路线 飞白 没问题 飞白他是守护一下 对 飞白帮忙守护一下自己的野区 来 下路 一加打起来吗 这手平A是敲到了段隙 打得很凶 一定要闪现了 这刮得还不错 打掉了超很多的状态 对 这会影响到打野的节奏 是的 勾中了 勾到一个依泽瑞尔 但是酒桶过来 帮忙一个肉弹 这笔节奏已经快点满了 打了一下伤害 真的要打到底吗 如果打到底的话 于是有危险 就会展现过来 一把平A配合点燃 伤害直接烫死了 那伊泽瑞尔 后续又是收下了这个泰坦 伊泽还是猛啊 就算这笔节奏点满了 但是西威尔 其实后续扛不住伤害了 其实被视野探到了 难受 下路 要打起来 直接开 找了一个泰坦 泰坦还闪往后面了 杀很高 才差一下 最后一下秘书射击 纸上最大雪球 要进到防御塔内了 闪圈过来 啃一口皆咬死了 而且还有绝对零度在手上 这波必先进塔 而且永恩也在往下靠 这波肉弹重新顶起来 没有护盾的西威尔 只是带宰的羔羊 最后伊泽瑞尔拿下这个人头 下路被突破 关于要小心 伊泽瑞尔这个位置有危险 挂了一个平坦惩戒 挂上虚弱 保住了自己一命 不敢交大招 蓝色方想要快速去换先锋 博正换的速度有点慢的 而且有雪球直接赶过来 有雪球啊 同时上路也在打 麦克斯巴瓦二 恶火硕定已经拉到了 寡妇赶来之后开先锋 但是努努的雪球已经快要到了 这一手推到了太坦 也需要先开小团 太坦站回来 很危险 这个大招打得还可以 并没有收掉人头 孙子妈开启自己的大招 配合队友来做拉扯 而且先锋是在侧面被拉脱了 背影刺客会有点危险 这个位置被找到了 三个人去杀一个 还在走位 但身后有一个护花石者 这队友给的安全感太足了 微博这一波的配合非常到位 再次把峡谷先锋给唤醒之后 扩张之风上来 飞白再打一套消耗 叶子已经把自己的风墙给用掉了 这波RV不想放 想问你打到底 寡妇的大招被毕掉了 被找到了 有危险 没有风 现在飞白身上没有风三 那寡妇的位置被锁定 这条先锋 先锋说到底打不打了兄弟们 然后打到底了 两千多的一个血量 胆杀现在已经到了 龙龙直接逞掉 并且后续还要开团 飞白进场了 过来配合则马西亚正义 伤害太高了 先斩掉亚索 同时凡他有自己的隐身 那应该是能够 应该是能够走掉的 但双资源被微博拿下来 这波其实对于RV来讲 已经是飞龙英雄真的 就是我们在第三者身角 飞白是有危险的 被太坦大起来了 接上亚索的狂风决西闪 最后大招没给出来 被压索给收下这个人头 少了一波机会 有傻傻的看到你头上那个标 对吧给你叠一下 九筒的位置有点危险 被挂了一个虚弱 这是五个人抓一个 那没办法了 这没办法 分了四个救攻出来 那上台已经被背影刺客单拆了 现在悬伤电机制已经触发 而且一个沉默 是直接敲在了伊芙琳的头上 是的 这被动回回血之后 Max Power的血量反而是进入一个烈士状态 又要挨仗 还要打 可能会出问题 有闪现 有闪现 成功大招 要坏一个 二打一被反射 会不会玩 慢嘛 那经济上面落后了两千 这一点是不应该的 哦 有心之刚 看到对方 努努想要过来偷这个红buff 自己很肉 被挂了一个虚弱 能走吗 三招击飞 狂风决西闪 最后是由伊芙琳收下这个人头 这两波 你就任何打野碰到这种情况 都很难玩 下路一波四包二 但是叶子是有意识的往后面走 刚好撞上了这个努努 不过努努伤害不是那么高啊 不过泰坦这一波要走不了了 但上路被你自和又被逮了 又是 这波其实有机会 专人来找盖伦 盖伦血量不认好 有一个二技能的 能走吗 血手触发了 有闪 有闪现 真杀不了啊 真杀不了啊 同时下路也开花了 伤害太低了 下路四个人又来包两个 隆隆 远距离的一个血血肉过来 直接找到这个亚索被击飞了 亚索还在滑 触发一个浪克制造白盾 还是被隆隆手下 冰原核弹 最后拿到一个double kill 收掉了玉瑞 防杀到手 推掉下塔 那是男爵已经登场 对面 双C拳掉 这一波烦 想蹲人 蹲到两个 但是接不来了 接不来了 有大招 段宇闪现往后面拉开 没有选择开大面 很肉啊现在 就第二剑补了勇士 已经没什么声音了这一局 大龙直接开始动 麦克斯虽然看到了对面 但是自己毕竟是个辅助啊 不出打野 他多希望自己先有个陈键 大招开手 开起来了 最后 根本抢不掉龙 而且角度大招炸得很好 把对面给炸回来 亚索能走吗 风轮决炼斩大空了 这一波玉瑞在特意疯狂输出 但是西威尔A不动人啊 伤害打不够 两边石像鬼都看出来 将石像鬼的盾都打不掉 盖伦还能往后走吗 薛薛的盾也出发了 开出一技能加速 直接往后赶 同时杨也是交出自己的闪现 两边太肉了 真的太肉了 一个盖伦 石像鬼的盾 加上二技能 哎 被找到了 伊芙琳 被找到了 真是没办法 想要回家 但自己就会必须要显行 很难受 和盖伦还有想法 盖伦还在追 二追四 永恩带着风的 用风过桥 过来了 找到一个亚索 被顶起来 但这波要反打 这波盖伦没有大招 盖伦没有大招 盖伦要先倒了 被剑魔给收下 这波冒团打得还可以 而且亚索还要继续追吗 熊龙闪现 规避了亚索的吹风 伊芙琳在绕后了 看一下Max Power 能不能把飞白抓掉 直接选择找伊芙 同时上路的是角 叶子一个人也在 对战对面的两名选手 看一下能不能走 没问题 对面两个都没有蓝了 不敢追 难上比赛 就是因为这套暴击流的出装 在面对对面这些前排的时候 处理速度太慢了 根本打不动 第三条小龙已经刷起来 又来了 伊芙琳被超级雪球砸起来 自己是有点危险的 而且九通远速给了一个大招 大招换大招 去到正面 但是正面的AD好像被处理掉了 当然一丝却 一丝却 引魔刀的护盾 救了他一命 Max Power 郁瑞尔交出石像鬼往后走 但是被勇恩风扇吹起来了 这波感觉有点难跑 第三段活力扣血 但是还是没扣血 但是还是没扣血打到 九通一个人 粘住对面的两个人 农努已经把对面的AD给处理掉了 郁瑞尔输出位置非常好 在造数月牵上来来找Max Power 也倒不了 最后 人头给到郁瑞尔 华夫虽然在側一拨了一个 但 这波 好像要一拨了 没什么办法 其实可以找人去拦截一下凡 其他队友正面一拨 打龙加拿高低 还是要先拿小龙吗 那应该是打龙加拿高低的一个节奏 因为亚索11秒复活 可能有点 但是独独血就也推过来了 找到了泰坦 这波要开泰坦吗 没有后续的队友跟上 所以白星要是没有封的 想去慢慢打 本能堂球能这个大招炸得很好 但是关于要小心自己的位置了 他竟然斩到了对面的上单 伊芙琳在找伊泽瑞尔的位置 伊泽瑞尔往后 没拉自己先倒了 被芥末给收下 但是 AD的互换 寡妇找不到进场的空间 全都是大肉挤在一起 怎么打这四个红色方 亚索虽然说开出了自己的大招 但是有一个盖伦存在 这个沉默太致命了 我的天 这四个人 只剩下一个伊芙琳 面对四个壮汉 这真的是四个壮汉 太夸张了 这四个招还真的 打完之后甚至都是满血 这就是水龙魂 没什么办法 杨的这个开车技术不错 杨也是开心的推起了大雪球 围绕着敌方基地 来庆祝这一局的胜利 让我们恭喜微博 恭喜微博 面对曾经的老队友凡 对吧 还是狠狠的